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南投路谷的竹峰社区 那接下来第二个需要改善的地方是无障碍的厕所 目前规划设置的地点是在既有的南侧里面 如同面前所看到的这两个厕所 续计将它予以打除 既有敦式厕所的地面会予以整个降下来 也是把阶梯的地方去掉 并且会从最后一个南小便斗也把它收拢 把它移除了之后 从那个地方开始设置一个符合重新的墙面 符合无障碍的相关的规范 那这里如同松节所手笔的地方 它会设置无障碍的推门 那推门设置了之后 就可以便利无障碍厕所的进出 同时在里面也就是无障碍厕所内部的设置的部分 会保留足够轮椅回旋的150公分的这个范畴 并且试地下的这个化粪池的排水管 跟相关的这个状况去做无障碍马桶的设置 那同时呢也建议在里面呢 其实可以考虑加上一些 比如说这个一般马桶旁边的小型的喷水嘴 那是符合高龄跟穆斯林的需求 那另外其实现在很多社区在设置无障碍的厕所的时候 也会一定把它当作是多功能的厕所来考虑 也因此它里面有时候可以增设比方说冲洗的设备 就是一般的联盆头淋浴等等 那可以让这个整个厕所的功能更为完善 那但是呢比如说换尿布的这种设备啦 或者是哺乳的设备就不适合是在 设在这种与一般厕所共用的无障碍厕所里 那最后呢还要再提醒一下就是 有关于这个马桶旁边的这些扶手啦 求救灵的这个设计 那它都需要按照既有的无障碍法规去做规范 那另外在这个无障碍厕所里面呢 目前也预计会增设一个洗手台 那也就是说能够让这个需要使用的这个 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可以直接在里面就进行全部的这个灌洗的这个行动 那最后提醒一下就是马桶的附近尽量要靠近水源 比方说靠近这个可以冲洗的设备啊等等 那个是可以协助比如说脊髓损伤 或者是有人工灶口的这个身心障碍或老人家 它可以更方便的清洗自己的会晤 那以上 我们下期间就能够让我们下期间